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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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天父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叫做圣利康 在我们的里本的翻译圣利康 早期的翻译是圣玻利卡普 最近的翻译是圣玻利加 圣玻利加 他是圣洛王总徒的弟子 所以离耶稣应该是很近 他是耶稣见证人的第二代 所以他不但用文字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到最后他也用他的命为耶稣做见证 祈求圣玻利加圣利康为我们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人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创造万有的天主 你曾恩赐圣利康主教 荣获殿道烈士的冠冕 靠他的专求 求你也上次我们与他 分享基督的苦难 以获得永远的生命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若望或是路 若望我 听见上主对我说 你给我施米纳教会的天使 这样写 纳身为原始 和终末 曾经使过 而复生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 其实你是富足的 我也知道你从那自称为犹太人的人 所受的毁谤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的党徒 不要怕你要受的苦 魔鬼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投在尖里 要你们受试探 你们要遭受困难十天之久 你当忠信致死 我不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 有耳朵的 就该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损害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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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因你的慈爱 把我救出 上主 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 祝耶稣 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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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对门徒说 世人 若恨你们 你们该知道 在恨你们以前 已经恨了我 若是你们属于世界 世人 必定 喜爱你们 如同属于自己的人 但是 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 而是我把你们从世人中 拣选出来 世人才恨你们 你们要记住 我对你们说过的话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如果他们迫害你们 如果他们迫害了我 也要迫害你们 如果他们均守了我的话 也要均守你们的话 但是 他们因我的缘故 要迫害你们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位派遣我来的 上主的圣言 耶稣我们在你 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圣玛丽加 圣利康 他是一个主教 就是在小亚西亚的主教 现在的土耳其 是在一个小城市 这个城市叫做 史密尼纳 那他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我所介绍的 他就是若望 中途的弟子 所以他跟若望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他应该也听到了若望 为他们为耶稣基督所见证 给他们所讲有关耶稣基督的 所以除了他一个人之外 他还有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圣人 圣 Erinus 他也是跟若望是同一时代的 跟那个 波利加 同一时代的 那时候 我们想想在那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异端 有很多的异端 有一个异端 出现就是在史密尼纳 以后有一个谣言 就说 这个的异端 是因为圣波利加 他所教导的 以后就出现了 这个的异端 Erinus 他就出现了 他就说 不 我们曾经也听过了 圣波利加 他给我们所讲的 有关耶稣基督 他所讲的 是按照若望 所传授给我们的 以后 他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 在读经音 我们所听到的 在若望摩斯路 他写新的 就是给在 斯密纳的教会 就说 你们不要害怕 在你们中间 有 有太人 但是他就说 其实不是有太人 他们就是撒旦 那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做了这些的 一些的毁谤 他们做了一些的毁谤 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 就是在斯密纳 就是有这个的主教 波利加 那他在那边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们说 他所教导的 就是一段 后来他上 耶路撒冷 因为在耶路撒冷 上罗马 因为在罗马 就要审判他 他到了罗马的时候 在罗马 有这个 一段的师父 就在罗马 就迎接他 欢迎他 看到了 圣波利加 来的时候 就问他 你不认识我吗 圣波利加就说 我当然认识你 那你知道我是谁 他说 我知道 你就是 撒旦 他就很直接 说 你就是撒旦 那撒旦是什么 就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在那个摩斯路 罗马摩斯路 就是撒旦 在那边毁谤 你就是撒旦 去 去把 真理 扭转起来 你所教的 就是 一段 到了罗马 他受生犯 他受生犯的时候 他要进入 这个 那个 那个 刑场 他要进去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 有一个声音 从天上 有一个声音 说 波利加 你不要害怕 你利用这个的时间 为我作证 所以他就进去 这个 这个 刑场 那审判他的 就问 就要求 圣波利加 要背叛 耶稣基督 背叛 他的 信仰 但是他就说了 我怎么 背叛 我已经 八十多年 所侍奉的 君王呢 那一位 就是我的君王 我所跟随的 我所相信的 就是我的君王 那 这个 罗马的 那个 应该是 凯撒 罗马的 那个 领袖 就问 他说 你不知道 这里我们已经准备了 有很多很多的野兽 这些的野兽 就可以把你 你就是 把你吃 吞死了 他就说 我也不怕 把这些的野兽 放吧 再问 说 那 如果你 不怕 这些的野兽 我们用火 把你烧死 他就说 用火 把我烧死 不过 不到一个 一个小时 或许一个小时 而已 但是 在地狱的烈火 是永远的 我愿意 接受 那到最后 他真的是 被火烧死的 那他 到最后 他望天 就说了 阿们 吐出最后的 一口气 这个是圣伯利家 那他 一路上 他要望 罗马的时候 他也去拜访了很多 就是在 那个 小亚西亚 在 若望摩斯路 我们所听到的 这些的教会 他去拜访 这些的教会 为了公估 他们的信仰 他也写了信 他的信 留下 留下来 有人就说 他所写的信 跟 保路 伯德路 这些宗徒们 所写的 信奉 的价值 大概是一样的 只是他所写的信 没有被列在 我们的圣经里面 但是他所写的信 对于我们的信仰 是非常非常 有价值的 所以他到 罗马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信 要给在 小亚西亚的教会 为了供估 他们的信仰 我们看到这位圣人 耶稣第二代的 见证人 他不但是用文字 为耶稣基督 做见证 到最后 用嘴 用话 为耶稣基督 做见证 到最后 他也以他的命 牺牲 为耶稣 做见证 我们现在 活在现在的 我们也需要 有这样的勇气 去做见证 我们祈求 在天上的 圣 利康 圣 波利卡普 圣 波利加 为我们 现在的教会 祈祷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 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 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 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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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 我们决意把 各人 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 各地所举行的 弥撒 奉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为 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罢 圣服 玛利亚 基督圣神 圣服 玛利亚 从神 是我们 天主 请以你的 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奉献于我们的 父母 家人 亲友 奉献于 教会 受伤 我家 余秀 及各地 政政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 职力 为众人 服务 全能 永生的 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 恩宠 求你 把 孙世 基督 安慰者 圣神 清除于我们 其切 心有 心中 求是我们 敬畏及 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 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操见及 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 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 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 基督 可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 承受福音的 伴奈人民 获得你的 真理 举生命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 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 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先以诱惑 担救我们 灭于凶恶 阿们 愿主 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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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